各位迷迷你們好 看到這裡有四隻錶 設計非常簡約、非常特別 我相信這牌子很多資深的錶迷都應該認識 就是 Movado 其實這牌子很有歷史 在 1881 年已經成立 這四隻錶就有最出名、最經典的設計 甚麼經典設計呢? 就是 Museum Dial 博物館面 為甚麼呢? 因為他在 1947 年時 跟一位很有名的藝術家合作 藝術家設計了這麼特別的錶面 就是有一個好像十二時位置 有一個太陽的物體 之後有兩針很簡潔的設計 為甚麼叫 Museum Dial 因為之後這個設計 加入了 MoMA Museum of Modern Art 紐約很有名的現代藝術博物館 現在成為一個長期的擺設 所以這個錶的設計是非常特別的 其實這個靈感是來自日規 十二時位置的石頭 就是象徵著太陽 所以簡潔又特別的 很有現代設計的風格 其實我已經展示了兩隻女裝錶給大家看 都是26mm 而這款是高級版本 你看到它的字 自動模式、Movato、Swiss Mate 都是紅色的 所以這款是 Red Label 即是Movato高級版本 一會兒大家看看機身 所有東西都是高級的 我想當時1947年推出這個設計 剛打完二次大戰 無奈 會否太陽也象徵了 這款是希望和新的開始 所以這款錶不要看它簡簡單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博物館的永久珍藏 給大家看看底部 這款錶也有一個M字 它寫著Movato Factory 即是Movato制的手錶 這款機身 看見它這麼低色 應該是ETA 2671機身 通常以前都是用在女裝的手錶上 竟然戴得上我七吋的手錶 這條鋼帶也夠粗 起碼有七吋 看完女士手錶後 有兩隻應該是男裝的手錶 設計亦是Museum Dial 一隻是杜金這個版本 而錶徑都是39.5mm 厚度更加是10mm以內 所以都很適合每日的配戴 錶2至錶2都是45mm 看到一個賭金殼 以及錶官也有藍色 不知道是否有精石 看看錶帶 亦都很漂亮 這款錶最好是價錢亦不貴 看起來這麼高級 以及錶面設計這麼有歷史價值 但其實價錢是非常可趣的 這款錶沒有製造透底 一會兒那款錶就有了 都是很簡單的錶 寫著資料 Stainless Steel 等等 戴上我七吋的手錶 這款錶看起來都頗高級 而且經常看到 十二時衛士的石頭 好像很有希望、有盼望給你 如果覺得金色太強 也有這個顏色 就是不瘦鋼色 再加上黑色面 這款錶還加上很小的熱力槍 其實如果你根據最原早的設計 應該是沒有熱力槍的 再簡潔一點 不過如果每日配戴 有熱力槍都是方便的 移動一格便能調整日力 兩格便能調整時間 而這款錶的機身 應該是ETA的2824 因為這些錶都是早期的手錶 我相信應該都會有八、九年 所以其實以前ETA的機身 都可以流出給其他品牌使用 看看底部 你看到它這個機身 你看到它不是Red Label 所以鎖的設計都比較簡約 剛才有一個紅色的 Red Label 有一個紅色的M 這款錶是沒有的 這些錶都是30米防水 都是生活防水 其實Movato在香港未必是最有名的 但在美國其他地方是很有名的 以及有很多明星、成功人士追蹦 我告訴大家兩個 第一個是NBA球星 Stephan Curry 即是咖哩仔 也很出名的 其實他買甚麼錶都可以 但他亦有被拍到戴Movato的手錶 還有另一個 咖哩仔之有甚麼仔呢 就是北韓的金仔 金正恩 大家沒聽錯 金正恩在不同場合都被拍到 他戴了一隻PVD黑殼的Movato 之前介紹的Mido有金獸而南韓的 亞太區代言人 現在Movato不執書 也有一個北韓的金仔代言人 但這個就不是金獸 是金 算了沒說了 所以這些那麼厲害的人 那麼有錢的人也好 那麼有權力的人 其實都會選擇戴Movato的手錶 所以其實真的不用忽視 現在的標題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北角的長達錶行 其實只有這四隻機械錶 還有其他的四隻錶 大家可以一併看看 這些錶定價是六千多七千多 最貴的是Red Label那隻 就是萬三港元左右 現在當然是便宜一點 其實入場機械錶都是四千多港元 我覺得以四千多買了一隻瑞士錶 用這個ETA機身 還有歷史 還有這隻錶 還有設計概念 其實我覺得這個價錢也算不錯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不同的品牌 支持地區小店我拍片 還未訂閱麻煩大家也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有很大的推動力 我繼續努力找多點得意性格比高的手錶 和隱世錶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Bye Bye